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你来到我的课堂上 我们继续谈论我们的主题 就是我们在c的代码里头我们创建了 一个小线程 这个小线程怎么 能够让他 调用到加瓦城的函数 怎么让他可以存取加瓦城的对象的值 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 这一个 我们创建的小线程 该怎么写代码 他才能够很顺利的 进入到加瓦城 去取得 这个加瓦城的资源 包括 调用函数 包括存取 这个 对象里头的值 在这个 过程当中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先取得 这个 那个杯子 取得这个zmi env 这个对象 因为 我们过去 所谈的线程 都是 在加瓦 成 创建的 所以 他都会经过 VM 才会进来到 这个 本地的 C 函数 所以在经过的时候 都会给他一个 这个 zmi env的对象 所以呢 在他进来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个对象 来跟 VM沟通 就可以 callback 回去 加瓦城 然而 在 我们的 C层所创建的 这个 现成呢 因为还没有经过 VM 所以呢 他就 call不回去 所以 他就 需要 先跟 这个 VM 来做一个 登记的 动作 那 这个VM 就会给他一个 杯子 给他一个 一样的 这个zmi emv的对象 那他就有了自己的对象 zmi emv的对象 那他就 可以 透过他 再来跟这个VM 就可以 talking之后就可以 call回去了 基本的 动作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 来看详细的代码的 写法 首先我们 复习一下 这个 C层的新的 现成就是我们在 这个本地的 C的代码里头 所创建的新的 小现成 目前 创建的时候并没有 这个对象 所以无法 去 存取 加把层的 资源 包括 调用 加把层的函数 因此呢 我们需要 去拿到 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是VM给的 所以就向VM VM来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取得了这个对象之后就能够进入加把层楼 那 逻辑上概念上是这样子 我们就来 看看代码怎么写 那这个范例呢 我们就 以这个 在上面有一个continative 这个java类 这个java类 那这一边是c的 c的 c的 好 那这个 在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名称 这叫 这叫北名 函数的北名 他对应过来是对应到这一个 是对应到这一个 这个是 c的函数的本名 在java层那都可以调用init来调用 其实他就等于调用到这一个 就是这一条 调用到这一个本地函数因为 他的c的实现代码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那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VM 把这个 这个so把它load进来的时候 那他就会 来 执行 zni onload的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的执行的时间点 比这个init都要早 比这个构造式都要早 他是loading time的时候 就 已经来执行了 是比 任何的 一个 以object方式的调用 都要来得早 都要来得早 那这个也是别名 他的本名是 NativeExec OK 那他产生在这里会产生一个小线程 产生的小线程之后 他会 来调用 这一个TRRUN 叫小线程来执行 TRRUN OK 那执行TRRUN的时候 他在callback回来 这我们待会会看图来做说明 所以在这个图呢 我们只是说明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 当这个daw的so的时候 会来执行这个gni onload的这个函数 那么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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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件事情就是说 在gni onload里头 我们会去建一个表格 建立个table 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个table呢 就长成这个样子 等一下再来说明 啊 那这这个table呢 就是对应 让北名跟本名能够对应起来 啊 对应起来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以后这个本名可以改 只要北名不动 这个ac01 啊 等等的其他的java类 都不用改 因为这些java类 啊 都是调用这个rinit的名字 而不是用本名 所以呢 那当本名有改变的时候 只要 这一个 北名不动 那所有的java 成的就不用动了 这是 在创造 这一个的变动的自由空间 啊 这就是我们在逐渐的让各位了解 现在的一个架构设计 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 啊 我们在规划 的时候 啊 过去 过去 很多架构师都认为 底层要稳定不变 上层呢 是都变的 但是现在的架构设计呢 是把它有一点倒过来 我们处处都希望 这一个底层变动 能够 越顺畅越好 就是 叫底层变动的自由度 为什么 因为底层就等于树根 那一棵树的树根本来就应该要弹性的变化 他才能够 啊 让这一棵树呢 吸收到更多的水分 啊 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一个表格来创造了 这一个 C的 函数 名称的变动的自由度 所以可以 增加了底层变动的弹性 对整个系统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说明一下VM在载入这个SO的时候 这就是ZNI模块我们基本上就是载入这个SO的时候 那他会调用ZNI on load的这个函数 那在这个函数里头呢 有定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就是这个表 啊 就是一个 Table 然后把这个表格呢把它登记到 这一个虚拟机里头 啊 把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这边写的就是本名 北名 这边就是这个函数的C加C的本名 所以本名比较长 北名比较短 啊 这样有利于 Java 啊 等等其他类的 调用 那Execute呢 他的北名是比较短 本名也是比较长 啊 所以在Java调用Init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调用了 这一个 调用Init的时候就等于调用的 C的NativeSetup 这样的一个函数 当在Java那边调用Execute的时候 等于调用的 C乘的NativeExec 这个函数 他是透过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呢 会在JNiOnload的函数里头 会把他登记到VM 这个 虚拟机里头 好 那我们 了解的JNiOnload的 基本动作之后 以及跟Init的 啊 一些初期设定之后 我们就会来 啊 调用 这一个Execute 啊 调用Execute 那Execute的话 他这 这是北名 啊 这是北名 他的本名在这里 所以他就会来执行这一头的C 的 函数 啊 的这一个 代码 在执行这个代码的过程当中会创建一个小线程 啊在这个地方 会 啊 这个Create Substrate 创建一个小线程T 啊 这个T 然后这个T呢就来执行这个TR Run 那 再来这个T呢 这个小线程要callback call到这里来就call到这一个 啊 加瓦城的函数了 那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让 啊 第一个动作 在C的部分 创造一个小线程 第二个 让他 可以顺利的 扣回去加瓦城的函数 OK 这就是 我们的 代码的一个 目标 好那我们再用文字来做简单的说明 啊 因为在我们刚刚的表格里头呢 啊 定义的Execute呢 他是北名 那么他的本名是这一个NativeExec 因此呢 在加瓦城 调用Execute的时候 其实他 马上转而 调用C层的 NativeExec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本地函数 他是空的 啊 他的 代码是写在C 啊 这一层里头的 啊 这个时候 啊 NativeExec呢 就创建一个小线程 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刚刚的图 就是NativeExec 在这个部分就创建一个小线程 OK 而且让他去执行TR run 然后就callback回去了 啊 就callback回去了 所以 新的线程就去执 执行TR run 啊 这个函数 在TR run这个函数里头呢 就进行callback到加瓦 啊 到加瓦的 就扣回去加瓦的callback这个函数啦 啊 就扣回去这一个啦 扣到加瓦成了 扣到加瓦成了 好 那第1个动作呢 执行在 这个小线程进来 就小线程创建的时候 就来执行TR run 但是在TR run的时候他不能直接的 调用到加瓦成啊 因为没有 这个杯子啊 所以他 在TR run里头呢 这个小线程呢就向VM去登记 取得一个杯子 或者一个section 这个时候就能够调用这个callback 函数啦 啊 就是加瓦成了callback 那使用的代码就是这样子 这是真正虚拟机的指针 啊 这个是 指向虚拟机的指针 啊 这个 啊 所以调用虚拟机的 函数 叫attach current rate 所以 这个虚拟机呢就会给他一个杯子 给他一个 啊 这个zmi emv的对象 就会帮他创建一个对象 就这一个 然后呢会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把它 传传进来 啊传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 emv指向的是这一个section 啊这个杯子 然后透过这个杯子可以再来跟 这个本尊 一个沟通 那这个是 指向本尊 这个是本向 指向这个杯子 也就是说这是圆外 啊 这是圆外 所以zvm是指向圆外本身 那这是圆外的这个助理 啊助手 所以呢 这个emv 是指向这个圆外的助手 那你跟助手联络的话 他会跟圆外沟通 OK 那这个就是去做登记的动作 就是写这行代码 就可以 换来 要求vm 创建一个 这个对象 然后再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丢回来 丢回来 这样就 有了这个杯子啦 就可以callback回去啦 OK 就是 向vm登记 然后要求一个 对象 然后再把这个 对象的指针 把它 放在env里头 那有了env之后 他就可以来调用加把乘的函数咯 好那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代码 那这个就是 CN 这一个 CNNATIVE的 加把乘的类咯 那第1个动作他 这个 Activity AC01 会来new这个对象的时候就来调用他的 这一个 构造式咯 那构造式就调用unit unit他是 Java层的别名 他的本名是 C++层的 这个native setup 这个函数 所以就调用到c层去 所以就调用到c层去咯 调用到c层去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c层的这一个动作做些什么 好 那init就对应到native setup咯 好来对应到的是native setup咯 native setup那第1个先找到 这一个 这个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new出来的对象的指针 找到类咯 找到类咯 找到callback的id 有没有 所以哦原来就是把 把这个callback的 这个 函数id 把它儲存起来 就这样的动作而已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已 所以准备待会可以callback回去 就是 把这个callback的 函数的id把它存起来 就这个动作而已 好那我们再 继续 所以这个主线层呢 就下来了 创造一个主线层的邮差 然后主线层如果接到信的时候他会来 把这个 把这个信息 显示在 这个UI上 好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就 就 做完了 做完了 好那我们现在第2个动作呢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第2个动作就是call这个execute callexecute 就是 ac01 这个类呢 会来调用这个 execute 那这个ac01我把它放在这个文档的最后面 待会你可以看得到 那就来调用execute 那execute呢 就来看 execute它就是一个北名 这个是本名 所以execute呢第1个动作在这里产生一个小线层 在这边创建一个小线层 小线层 然后呢 然后呢 好那这个要 这个定义在哪里 啊 我们定义在这里 所以要 include 有的一个pthread的 然后再宣告一个 变量 来把它 存起来 所以呢 这有一个pthread created 就可以产生 一个 啊 小线层小线层的一些信息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小线层马上去执行 tr run 所以小线层马上来执行这里 那主线层到这里就结束了就回去啦 回去看信箱啦 那小线层呢 第1个动作来做什么 啊 就是向 虚拟机 登记 啊 请他创建一个 这一个 杯子 然后呢 把那个杯子的指针 放在这个env 那这样子这个小线层就env了 啊 那既然有env 就可以 啊 做callback动作了env箭头 call static void measure 啊 就是扣刚刚那个callback 啊 函数刚刚是抓到一个callback函数id在这里 啊 是抓到callback就是 啊 这个cn 啊 continative的类 啊 的 这一个callback的 函数id 所以就可以扣到这一个类了 啊 就可以扣到这个class的 啊callback的这个id了 啊 这里扣到这个函数了 啊 这样子 那所以这里就说明了 啊 在这里在c创建一个小线层 然后小线层来执行tr run 这个时候小线层没有这个杯子 所以就跟vm做个登记的动作 登记完毕之后换回来一个env就有的杯子啦有的这一个env 这个对象啦 有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就可以跟这个对象沟通 啊 啊 请他 去调用这个静态的 啊 这个messor 因为他是静态的messor所以给的是class的 参考 啊 然后再来这是函数的id 啊 就可以把他 把sams呢 送回去了 把sams送回去了 好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刚在键表格的动作而已 这个已经讲过了 现在就不再 啊 花时间去收银他 OK 好 那这是zni on node 啊 那这就是登记那个表格啊 登记那个表格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 啊 用文字上的说明 指令 这个p3的create呢 就是创建一个本地的c的现成 啊 那这个现成就马上去执行tr run 在执行tr run的时候 先去跟 啊 这个虚拟机 登记 换回一个杯子 啊换回一个杯子 好 那向他登记之后他就给一个env的对象咯 而且把他的主针放在env里头 有了env 就可以来 啊 扣回去加瓦乘的函数咯 就可以 扣静态的函数 啊 然后这个是类 加这个函数的id 然后就可以把上组送回去了 那这是ac01的 是为了让你 如果要有完整的 这一个函数的 这个c方面的代码 那我们需要 有一个ac01来做一个启动 所以首先 这是new一个cn的对象 他就会扣他的 这个构造式啦 会扣他的 constructor 这constructor呢 会扣init 啊 就往c乘的 扣这个 啊 native setup 啊 的函数 有没有 就已经扣进去了 那扣完了之后 啊 接下来就是 啊 透过这个对象 去调用exe execute execute 是 北名 他的本名是 native exec 那exec 他就等于 这个c的层级啦 啊 这是加瓦城的 北名 这是c的本名 这里头就 啊 创建一个小衰的 啊 叫小衰的去跑tr run 哦 那在tr run的过程当中去 啊做登记 啊做登记的动作的哦 登记完毕之后就可以 啊 扣加瓦城了 OK 就是这整个的动作就是这个样子的哦 OK 啊 那这里 啊这就是ac01 啊一个起头的一个动作 OK 好 那我们在用文字上做简单的说明 这个加瓦城呢 主线程 啊就是 啊 当有去 Use有去按这个画面的时候 那他就会来执行 object.execute 那execute他是北名他的本名是 在c的本名是nativeexec 所以就等于调用了这个nativeexec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头就去创建一个小线程的哦 这小线程呢 就可以就去跑tr run 啊 啊 tr run 跑tr run的时候就来callback到 这一个加瓦城的callback函数了就把这上主带回去了 啊 但是因为目前是小线程呢 啊所以到了这个加瓦的时候要转给主线程才能够显示在EY上 因为小线程不能碰EY咯 所以就透过这个主线程的 邮差 把它放到这个主线程的 MQ里头 那主线程就看到了就会把显现 啊投 投在这个EY上面 啊 显示出来咯 好 那我们 在这里就已经把这一个 啊 怎么样创建小线程 怎么样取得 那个杯子 然后怎么callback回去 啊 啊加瓦 的函数 都 用代码来表现啦 啊 那我们 就看起来也蛮简单的 OK 我就先 介绍到这里 谢谢